我觉得夏天化妆就是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就是底妆这个东西了 就底妆完成好了 底妆齿妆 这种事情 其他东西怎么化 随便化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像我是会用品 因为我这个T恤出油很严重 所以我会到我的鼻子的地方 就是用一点控油的妆嵌入 这样可以减少出油 然后增加我这个底妆的持妆时间 像这控油的东西呢 就不用全眼都涂 因为哪出油就涂哪儿就好了 像出去玩的时候拍照 一般是连人带紧一起拍的嘛 就很少会有这种特别特写的照片 所以我们妆呢 其实不用像我们在日常的时候 就是那么精致 就是花一小时上底妆的那种 就没有必要 而且现在天气就很热嘛 就如果你花太厚重的话 其实给人观感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脸上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轻底妆重定妆 才是我们这个夏季旅行出行的这个底妆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底妆一定要轻薄 就尽量是用这种刷子上妆 因为刷子上妆它其实会薄很多 然后尽量避开比较容易卡纹的地方 那比如像我的话 就是我这个这项下就容易卡纹 所以我上底妆的时候的话 就会尽量避开 这个区域这条线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不确定自己 是哪里比较容易卡纹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 就是笑一笑 一般就是笑一笑 或者说话时候的话 它会容易出现卡纹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拿美妆蛋去拍一拍 那像这样的手上底妆呢 其实是非常的轻薄 非常干净的 可以和我左边对比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 其实虽然说瑕疵没被周到多少 但皮肤看上去确实好了很多 因为其实我心中的话 一直有个概念 就是那皮肤看上去不好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 不是因为你的瑕疵太多了 而是因为你的肤色不均余 很明显的瑕疵 我们可以有这种小的遮瑕比 就是稍微的遮一遮 就是尽量不要这种 一大片一大片的涂遮瑕 因为这样的话 它又会增加你这个底妆的厚度 看上去底妆就不轻盈不好看了 然后如果说男生的话 像胡青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遮得太过于干净 因为反正是出去拍照嘛 可以修涂的朋友们 稍微的遮一遮 其实就是在正常的 射照距离的时候 就完全看不出来 你的胡青的问题了 那清底妆部分完成到 第二个是我们的重定妆部分 像是夏天的朋友们 就不管是什么干皮啊 油皮 什么厚脸皮 不管是什么皮 都一定要做好定妆 就夏天大会 可以让他用散粉去定妆 因为它是比较轻薄的嘛 就不会影响你本身底妆的质感 稀有信有很好 就可以长时间的定妆 而且补妆的时候 因为散粉是干的嘛 并且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什么卡粉啊 斑驳的情况 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而且最好不要用这种刷子 就这样一直戳戳戳去定妆啊 不如你皮肤上不好的话 你这样去戳的话 一定会就是起皮啊 特别斑驳的情况 因为它的刷子 其实本身就是不均匀的呀 你这样去戳的话 它其实就是会戳走 你部分的粉底液 最好呢 是用这种粉扑 就先把散粉 倒在这粉扑上面 然后把散粉搓进粉扑 然后稍微用力的 去按压我们需要定妆的地方 一定要稍微使劲一点 你不要这样轻轻地拍一拍 这样是没法起来 一个很好的定妆效果的 然后啊 重点来了 在你出油眼中的静态区域 进行一个烘焙定妆 什么静态区域呢 这种就是说话动作 就是不会有太大幅度的一些地方 这地方做烘焙呢 它其实虽然说会稍微厚颜 但是它其实不太会 容易出现开粉的情况 因为它动不了啊 它就会一直就很安静的 贴在那里 那么由此呢可以理解 像我们就比如说 就眼睛周围呀 嘴巴周围呀 这种就是活动 比较频繁的部位 就尽量不要做一些烘焙 所以你就做表情 笑啊 这种一定会开粉 像我呢 就是我就是鼻子这个地方 出油会严重的 所以我在这儿做一个烘焙 然后我们可以勾勾五分钟 比如说是这个时候 去上个厕所啊 吃个头发 吃个饭什么的 回来再把它扫掉 这样的话定妆效果呢 会更烙一些 下天时候烙 一般还会用一个 这种定妆喷雾 然后我们的底妆呢 就完成了 给你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整形是非常非常轻薄的 而且就是特别上镜的啊 就在镜头里面看的上去 皮肤状态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还不错 这底妆做好 其实你其他地方 要自己平时化妆步骤 随便搞一搞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妆容呢 就完成了 这种妆容是不是还不错 这还蛮新年轻的 这很符合我这个 本初三毕业生的身份 有没有 因为夏天嘛 你出去玩 你不可能不偷装 你是不是平时出去 就是游玩两小时 补妆半小时 你是不是补妆的时候 又斑驳又咖喷 现在我给他分享几个 就是我在外出时候 就是补妆的小技巧 一出油了应该怎么补 一般初门会带一盒散粉 然后里面会有这种粉铺嘛 然后我会把粉铺和吸油纸这样叠起来 像上散粉一样去按压 我们需要吸油的位置 这样轻轻地去拍一拍啊 这种 像这样去吸油呢 它又会吸得比较均匀一点 然后呢 我会再用散粉去按压一下 刚刚吸过油的位置 这样又不见油光 但妆容又保持完整了 二出汗了应该怎么补 像我们出汗的时候 其实一般都会伴随着出油 很多人就在出汗之后 随便就拿纸把这伤的汗擦之后 直接用粉饼拿或三分去补了 但这会儿其实脸还是油的 所以你去补的时候的话 就可能出现什么卡粉斑驳的情况 很难补均匀 最后就先拿这个纸把汗水擦掉之后 再重复我们刚刚吸油纸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去补妆 这样常在最小化的存在底妆的同时 那补好一个妆容 三皮肤比较甘有纹路的 就是卡粉了应该怎么补 如果出现卡粉卡纹之后 那这什么就需要用到粉饼去补妆了 先用粉铺把卡粉地方的粉轻轻的抹掉 再用粉饼去按压 因为粉饼是有遮瑕效果的 所以你即使是把刚刚这个地方的粉擦掉了之后 也能被这个粉饼给带回来 依然会是一个完美均匀的底妆 就大家看一眼之后 在闲热的夏季啊 33度的天气 只装了12个小时以上的底妆 可以不会像刚化好那样完美 但是绝对不算是很糟糕 正常距离看起来 依然是很干净 非常完整的一个妆面 你学会了吗 好本期视频道顺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我 我叫天忆欢 一个可爱善良温柔女人的新男少年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